就在几个小时前 富士刚刚在线发布了2022年上半年的新品 今年这发布会虽然迟到了一点 但是内容也算是还有看头 好消息是时隔四年 这个XH系列终于迎来新型号XH2S 搭配的全新机身一起推出的 还有两只镜头 全新的变调镜头18120以及超长焦150-600 现在咱们富士用户终于有自己的原厂打鸟镜头了 趁这个热乎劲我来跟大家聊聊我的想法 有没有升级换设备的需要 对新品都有哪些看法 富士每年固定2月和9月来发布它的新品 但是今年上半年的发布推迟到了5月31号 本来我以为憋这么久呢 是准备发布大招XH2的 毕竟今年是这个富士X系列的10周年嘛 肯定是有大招的 但是呢没想到等来的去是它的另外一个版本 XH2S 虽然有点小失望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配置啊 您别说还真有点意思 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吸引我的几个亮点和吐槽 首先呢毫无意外的惊喜推出了一个全新的5代X Processor传感器 换新的传感器啊这是必然的 因为常规呢就是两年一更新 我这个XT3呢它是2019年出厂 使用的是三代 到了这个XT4就是四代了 而这个5代传感器呢 它采用了堆战技术 XH2S呢是富士相机当中第一个采用这个技术的机型的 它的特点就是读取速度很快 当然在性能上呢肯定是跟着有所提升的 比如说高ISO的噪点以及对焦速度呢都可以得到改善了 但是以至于有多大的改善 这个效果有多明显 还是要真正对比了之后才能知道 也正是有了这个全新的传感器 让这台XH2S呢可以实现无间断的连拍 一秒钟能拍40张 要知道这个XT4呀 它在最高画质的连拍也就20张 所以现在相当于提升了一倍 感觉这台相机啊非常适合高速题材的摄影 那这弥补了之前富士任何一个产品线当中的不足 拍摄野生动物和体育类摄影的小伙伴啊 现在终于有福了 从这个宣传片当中来看呢 全新的这个AI对焦系统似乎呢加入了动物眼睛的识别 所以再一次的证明 这台机器呢就是为拍摄动物和运动这种高速题材而生的 在富士的产品线当中呢 XH这个系列我一直认为它是最偏向于商业摄影需求的机型 更专业并且呢 它也更注重于视频的功能体现 那这次这个XH2S的视频功能呢 吸引我的是什么呢 别的不说就这个4K120帧 不拆切 那这一点就够了 这个呢是目前富士老型号机身里边 没一个能做到的 而这个全新的F-Log2代呀 可以获得14档的动态范围 后期套色呢 可以让画面更为立体 拥有更多的颜色 那有了这个高速和高花质 会遇到几个问题 散热 数据读取 电池续航 所以与这个机身同时推出的呀 还有这么几个小配件 助力散热的小风扇扩容电池的手柄壳 最多呀可以装三块电池 驱航就变为三倍了 说实话呢 我最害怕这种配件了 只能与原机身来搭配 那要换机身的话 这一套呀就全都得换掉了 所有的品牌相机 都是这套路 非常的急贼 但是为了扩大这个机身性能的潜力 也是没有办法 您看这个小风扇 也许它就可以解决这个机身散热的问题 而电池的手柄壳呢 确实可以解决电池续航的问题 那么我会买这台相机吗 答案是不确定 但是确实很有吸引力 目前呢 我仍然是以平面照片的拍摄为主 视频呢 只能说是为这个频道而拍的 但如果说有一天 我增加了更多的视频素材的拍摄需求 并且呢 想要去拍摄大量的120帧的4K素材了 或者呢 我也开始拍野生动物的照片了 那么这台相机呢 是目前富士相机里的高配置视频和高速摄影的一个首选了 我呢 去搜了一下 目前市面上能拍摄4K120帧的机型啊 这恐怕是性价比很高的一台了 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种已经有了不少富士镜头的用户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升级 XH2S呀 它的售价是2499美金 是目前富士这个系列的相机当中 价格最高的一台了 那这个呢 是标准售价 不同的国家地区 它的价格呢 是根据标准价格 以及当天的美金汇率计算出来的 所以在您所居住的国家地区 每天看到的售价也许是不一样的 知道了这个标准售价 稍微的算一下这个汇率 您呢就知道当地经销商有没有黑你了 在升级这个相机机身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配件成本 首先这个数据读取问题 XH2S呢 它采用的是CF Express的内存卡 这个呀 我可一张都没有 以前我用的都是SD的卡 看了一眼这个CF Express的价格 直接傻眼了 需要重新投资一大笔 再者呢 这个高花质的同义词 等于文件超大 内存卡呢 需要快的 大的 家里的这几个硬盘呀 恐怕很快呢 就都保不住了 我这台老的电脑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跑得动 所以呢 您这个周边设备准备好了吗 反正我呢 是没准备好 怪不得这次发布的镜头 是这个156百了 我算是明白了 因为它呢 得搭载这个XH2S的五代传感器 才能发挥出这个镜头 高速连拍的潜力 那放我这XT3上 战斗力减半 说实话 这个156百这个焦段呢 真的非常的吸引我 还记得我一直嚷嚷说 我这70-300 300不够长 这回600了 等效达到了914 还能搭配增居镜使用 有点太过瘾了 怎么看就怎么觉得好 哎 但是这问题来了 售价1999 富士 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 驶马和腾龙 同焦段的佳能卡口 售价只要1000美金 有数打折 只有900 搭配这个转接环呢 也用不了1999 我呢是真的很想知道 原厂卡口和转接环 这两种搭配 在拍摄体验上和画质上 能有多大的差别 虽然说 我是这个原厂镜头的崇拜者 从来不用转接环 但是这次呀 面对这个价格 我呢也是真的很难做出决定了 所以说对这个150到600的占有欲呢 看来还真的是要克制一下了 况且这个镜头呢 是又大又重 日常背着它满街走呀 肯定是不太现实了 它的这个重量呢 比三个70300还得重 但是呢 确实它比那个试马的 要稍微的轻一点 所以买不买呢 现在也处于一个搁置状态 咱们等它7月 把这个货给补全了 看一看再说 况且呢 其实目前来说 眼不前没有那么的需要它 我的这个思路呢 还是说先把自己手头上的这些设备呢 给用的烂烂的 比如说 这个300焦段的这个画面呢 我就把纽约都拍了一溜够了 现在呢 没什么可拍的了 那我就买个600 有一个全新的构图 全新的画面 那我觉得再买新的设备呢 才是更值的 这次发布会呢 还推出了一支全新的变焦镜头 18120 之前呢 我也是挺好奇的 咱不是有这个18135了吗 推出这么一支 焦段如此接近的镜头 干嘛呀 结果看了之后呢 我发现 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产品 跟着这个XH2S一起发布呀 咱就明白了 它呢 是一个偏向于视频创作的一个镜头 我认为它的最大亮点呢 是内变焦 这在使用稳定器的时候呢 有非常大的优势 别忘了 它可是一个18到120 这么大跨度焦段的一个变焦镜头 改成内变焦的设计 这可太厉害了 并且呢 还没有呼吸效应 恒定光圈F4 据说是拥有 富士电影头级别的 这个对焦 变焦 更换光圈的一个 丝滑变换的这么一个控制 我认为挺有意思的是 它镜头上有这么一按键 第一次看见 ZF按键 和一个变焦按钮 我看了一下这介绍啊 意思是说 按下这个ZF按键 可以将它这个控制环 在对焦和变焦模式上 自由切换 也就是说 一个环现在有俩功能了 您一按 它是对焦环 再一按 它就变成变焦环了 而这个变焦按钮呢 它可以实现一个 自动由远到近的 这么一个变焦功能 所以呢 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自动的拍出 拉近 拉远的效果 省去了 用手 这样拧 会产生振动的 这么一个可能性 那这些啊 都是我第一次 在富士镜头上 看到的这些功能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发布会的末尾啊 还透露了 未来会更新和推出的一些新的镜头 比如说更优秀的56毫米 1.2 二代了 体积更小的这个30毫米2.8微距镜头 还有呢 就是让我非常期待的8毫米3.5的这个超广角定焦镜头 从它这个图片上来看呢 这个镜头的体积非常的小 那这个焦段本身也是它的最大卖点 比这个1024还要广 非常的适合风光摄影 所以这些新镜头呢 咱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最新推出的镜头呢 一定是和新机身的兼容匹配度是最好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买新不买旧的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通常呢 我不会去购买出厂超过5年以上的镜头 那如果买肯定是买二手的 总是感觉现在花全价去买一个10年前出的镜头 有些不划算 那更况且事实证明老镜头搭配新机身 或者是新镜头搭配老机身呀 都无法获得一个更好的拍摄效果 各种毛病呢 也是层出不穷 我觉得呢 这都是匹配度的问题 毕竟很多机身的固件 多少年都没更新过了 得嘞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感谢收看这期的富士开小赞 我是艾蒂 如果您使用富士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好 咱们一起玩